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讲《佛数阿弥陀经》 《佛数阿弥陀经》已经讲了很久了 已经讲过差不多一年多了 我们讲到设立佛 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 文光佛 大眼见佛等等 一直到当心是称赞不可事宜功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 往下里面有六方佛 东南西北上下 六方佛都赞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六方佛的佛的名很多很多 通常表现佛的名 就是灯佛 阿弥陀佛 西加茅尼佛 大眼见佛 须弥灯佛 为什么那么多佛的名字都不同呢 佛不是只有一尊佛 众生都可以成佛 千千万万如量那么多佛 佛是已经觉悟的人 众生是迷在迷的人 还没有开悟的人 所以东南西北上下世界都有佛 佛的名称用什么去表现佛的名称 大概从总相来讲 是用体、相、用来表现佛的名称 比如说什么是体呢 如果佛的名字以智慧来讲的 就是他的体 以实相来讲的都是他的体 以真如来讲的都是他的体 相这一方面 有体相用吗 相呢 如果佛的名称是一日灯佛、大光佛、大明佛 或者是无量精进佛、须弥灯佛 都是他的相状 以他的外相来批语这个佛的功德 也会用用来批语的时候 他的名称是怎么样呢 用用、方法 好像是无量床佛 床帆 床帆是高速床帆 就是把佛法以相 以他的用处高取他的佛法 让大家都知道 所以表现佛的名字就是体、相、用 什么是一日灯佛 一日灯以真、熟恶、地以批语 日是太阳了 照、晝 晝是白天 白天太阳照万物、发育万物 批语就是以熟地以显示 熟地就是我们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广度一切众生 以日、以太阳、广度 太阳广泛的发育万物 月以照夜 晚上的时候夜是什么 夜是无明、黑暗 黑暗的时候以月亮来照它 以真至显理、破除无明 东佛是这个意思 以日跟月的相、以相批语佛 明文光法 佛名称普文于十方 生光变照于仕途 长期光图、时报庄严图等等 方便友谊图、凡圣同居图 仕途 它的生光、它的明文光 明文它的生光变照仕途 生光是什么? The frequency of light 大燕坚佛 就是以这方面 以传实二字 我上两堂的时候已经讲过 什么是传字、什么是识字 已经讲到 差不多讲了半个小时了 以传实二字 以火焰比喻、智慧之光 智慧之光里面有传实二字 尖的意思是什么? 何但如来家业 何但广度一切众生的责任 的生业 这个是大燕见佛 虚弥登佛 虚弥是一个大山 大山里面有minerals 有很多矿物、世宝 金、银、琉璃、菠璃 这个山有很多宝物 就是这种意思中 佛法里面有无量的宝物 各有其光 能照如灯 譬如世志转八十成世志 八识成诗字 转六诗成妙观察字 转七诗成平等性字 转八诗为大圆静字 转前五诗为成所作字 这个在唯诗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转八诗成诗字 无量精进佛 无量精进是什么 精进是什么意思 Diligence, Heartwork 所有佛很努力地干活的 很努力地修行的 所以佛门没有懒惰的人 如果是懒惰 你不可以在佛门里面住 你看我们四等多 我们就起来做早课 晚上十等钟才睡 中间都是修行 中间的生活就是劳务、修行、 弘扬佛法等等 等等等等 而且我们是七天没休息的 普通你们是做工作五天 休息两天 我们天天如是天天无量精进的修行 不是为自己就是为别人 精进 精进是以精进表现佛的什么 精进是什么 精进是function 以那个用 expressed the Buddha's name in terms of function the function of diligence of hard working 无量精进佛 所以南方世界就有那么多佛等等 好 下一个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 无量寿已经讲过了 无量寿的意思是Amitaiya 也说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 寿命无量 我们人家的寿命很短 人生很短 最多是一百年 在这一百年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为民、为利、为治安我们的身体 不择手段的去干很多不应该干的事情 受了很多果报、吃了很多苦头 还是要轮回生死 所以无量寿 我们人生的寿命最多一百年 无量寿 他的修行的时间很长 无量寿 也是无量光 光是代表智慧 寿是代表福德 没有福德的人短寿 有福德的人长寿 如果是你要长寿 你必须要念 那么无量寿佛 你要智慧 那么无量光佛 光是代表智慧 寿是代表福德 无量相佛 无量相佛以相黎明 以他的外表表的相 外表是什么 外表有应身、报身 从文字来讲也有法身 应身 将教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什么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佛有三十二相 三十二种非常庄圆的相 如果是人里面有佛的其中一相 就可以当王帝了 三十二相有多少 他的手长可以过着膝盖 你站的时候 你把你的手垂下来 你可以触摸到你的膝盖吗 很短的 手很短的 但是佛站起来的时候 他的手掌可以到 已经超过了他的膝盖 所以我们说中国有一个皇帝 刘备 刘备首长过世 所以他成为皇帝 只有三十二相里面 如果是你有佛的一相 你就是人间的皇帝了 佛有三十二相 三十二相有多少 诸安平相 他这个竹 下面那个竹脚板不是平的 佛下面那个竹脚板是平的 千腐伦相 佛的手有法轮在这里 有这个纹 我们这个纹都是很多 很乱的 佛的纹是有一个法轮在这里 脚板也有法轮的 你看一看你有没有法轮 有没有 你的手板有法轮吗 乱咋无脏的纹有 手指牵长相 手指牵长相 他这个手指很长的 牵牵入手 它不是很长 手柱柔软相 他的手柱很柔软的 我们很硬的 竹根满竹相 它的竹根是很满的 毛孔生 青色相 毛孔里面 它有一种青的颜色 全身有纸巾相 长光一丈相 佛的光芒有一丈 你看见佛 它有一个aura 有一个光 身体一丈列有光的 齿白 齐白 齐密相 齿 牙齿 佛的牙齿有四十颗牙齿 你数数你有多少颗 二十八 三十 它有四十牙齿 很齐 很密的 我们不齐的 它很齐 很密的 肉迹象 这里涂出来的 就是代表智慧 每一间白毫相 它每一间是放光的 有点光芒放出来的 好 等等 三十二相等等 所以佛有三十二相 无量相 无量相佛有三十二相 通教佛有八万四千相 应身八万四千应身 佛可以变种种身体去度众生的 如果你是穷的 它变成穷人度 富贵的 它变富贵的身度你 你是男的 它变成男的身度你信佛 度你修行 你是女的 老的 年轻的 它变种种种种的身体 你是动物 它可能变动物的身体 广度一些动物成佛 报身别叫有差臣无量相 法身原叫有不可思议无量相 这个是以相离名 无量传佛 传是什么意思 传是其次 高举其次 传的意思是 你打胜仗了 你高举你的旗 高举你的旗次 代表什么 吹血显正 把不好的 破灭了不好的 显出正理正义 无量传向 可以吹破一切邪魔外道 建立正法 这个是无量传向 我们继续讲 西方世界有无量收佛 无量向佛 乃至大光佛 什么是大光佛 光以智离名 佛正一切智 智光广大 便叫法界 方大光明 竭忍一切众生 但明佛 名是以智离号 佛有三明 天眼明 书命明 六晋明 六晋明 三明 天眼明 书命明 六晋明 六晋是什么意思 六是烦恼 佛已经没有烦恼了 他的烦恼已经断尽了 所以是六晋明 书命明 佛知道千千万万年以前的事 天眼明 也看见所有的世界 他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 能够知道一切说佛世界以外的世界 他都看得见 是三明 天眼明 书命明 六晋明 宝相佛 宝相佛以相离名 佛身的全体 它是智慧的 子摩智慧的 是白斧庄严之宝相 尽光佛以智离名 佛以智慧光 尽除一切烦恼 一切呼构 所以他就叫尽光佛 圣灵佛北方世界有燕见佛 醉生因佛 南举佛 日生佛 往明佛 燕见佛 燕是代表火燕 火燕是代表传十二字的燕 奸是赫誕如来度生的家业 度生的生业 醉生因佛 佛因具足不可适应利用 佛以一因一个声音演说 众生一类 果得其解 所以九法界的众生都能听到 所以是醉生因佛 南举佛 举什么意思 举是破坏的意思 佛里 佛的究竟坚固之理 法身常住不坏 也不可能坏佛的法身 也不可能破坏坚如金刚的佛的道理 所以说南举佛 日生佛 佛生于世 以智慧日照破众生黑暗无明 往明佛 往是什么 佛章罗往 广度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佛教一礼名车 名车是网明 明是光明透彻 能破众生漆暗 所以所有佛的名称 这个意思 都是以智立明 以相立明 也可能以它的用立明 比如说无量精进佛 其实精进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作用 用这个方法可以达到了无上的 修行的时候可以达到了无上的正等正觉 佛经里面精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说如果是年轻的人早一点学佛 他知道人生是要精进的 精进是什么意思 Working hard 就是很努力地干 每一样事情做什么事情 你很努力地干 乃至成佛 我们修行的时候 天天修行是什么意思 修行不单是天天安慰佛 夺佛 天天诵经 修行自己的行为 修好自己的行为 不是说拜佛烧香 不是那么简单 拜佛烧香是一个外相而已 是外表的 里面是要修心 修好自己的行为 不是修别人的行为 修自己的行为 如果是你把自己的行为修得最好 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 是修行自己的行为 用戒律 所以我们佛门里面有戒律 你必须要守戒 学戒 持戒 守戒 才可以修行你的行为 这是初步的这样 开始的时候 我们说佛教有三个方法 我们信佛 学佛有三方法 戒定慧 戒就是把我们的行为收正 为什么我们要收正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修学佛法要收正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的行为不正有什么后果 我的行为不正 如果现在神为不正的意思 你贪嗔事 杀到人 忘你的做了 做了以后怎么样 有因果报应 当因果报应一来的时候 烦恼无尽 比如说你生烦恼 打架 生气 杀人等等 骗人等等的行为 你说你做了就没事吗 做了有因果报应 这个因果报应可能马上就来 instant karma 也可能是明年 也可能是后年 也可能是十年以后 也可能是下一生 确定有后果 有因有果吗 所以如果是你修正你的行为 你的恶的果就不会那么快出来了 你恶的果也可能不会现前 因为你没有恶因就没有恶果 所以你早一点修行你的行为 你在修行你的行为的途中 你因为没有恶的果 你烦恼就少了 你就很顺利了 你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因为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障碍了 你没有烦恼了 你没有念净了 人为什么不进步 人为什么有痛苦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吗 你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就认为你的行为有果报 有因果报应 业力轮回吗 障碍你的修行 障碍你的心里面 每个人都要快乐嘛 快乐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有名利就有快乐啊 很多钱就有快乐吗 有钱就有快乐吗 你不信你问你很有钱的人 他快乐吗 也可能你的钱越多 你的烦恼越多 不一定 名利不可以给你快乐 你的心境快乐才快乐 你有意义万万的包围住你 你天天怕人 天天怕人抓你 你天天怕你的钱怎么得来的 你的心里面天天有一种不安乐的感觉 你快乐嘛 所以名利不会给你快乐 修心给你快乐 佛法里面 佛法就是修心 所以我们的行为必须要从戒里面 戒也不够 还有定跟慧 定慧是什么回事呢 那么我们听下去才知道了 所以佛门里面三藏十二部 你从一生都看不完八千六百多卷 高僧大德千年来翻译了那么多经典 这个是人类结学的保障 令人离苦得乐 令人开悟 令人修心的 你有去看吗 你看的是什么 回头是岸吧 开始修学佛法了 不要看是是非非的东西 修学佛法最重要